請問一下 我們時間差不多 有點超過 下一場議程就是 workshop Arginus Installation Workshop 教你如何安裝Arginus 我現場有MirrorSide 所以你可以直接連線貴一場Wi-Fi 也可以上網 有網路 掌聲歡迎我們的講者曾義祥 喂 我先我先問一下有人有人今天要灌在實體機上的嗎 host 就直接灌在你的電腦上不是不是灌虛擬機的 有嗎 有嗎 那你會需要USB嗎 還是你自己有帶 喔 OK 我說有要現場灌的嗎 如果沒有沒有的話我的USB就要 就就拿拿過來 可以連我們會場內WiFi我們有對MirrorSight做一些手腳 OK 好 那我們就開始workshop 第一步 要關燈嗎 我不知道關燈會不會比較好 好 第一步的話就是你要去官方那邊下載這個 Installer的ISO 因為這邊有幾個選項 第一個是官方的列表 點進來就是這邊 然後你在這邊搜尋台灣 這邊 然後這邊就有幾個可以選 然後或是直接 直接用這個 這裡面去找 這樣還是 有辦法只關前面一點點 好 這樣只有兩門來關 他是前半部 後半部 上面 上面 這邊 對 那 好吧 那 好吧 那就委屈大家當一下駭客 在那個 很黑暗的地方用電腦 這樣 對 然後那個 你通常點進來之後 你就會找到這些東西 然後你就下載 下載這個 2022 07.01 這個 把它下載回來 這樣 順便 順便先測一下 看看你們的網路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先把這個下載下來 這個 這個不知道下載多久 我會來按一下好了 還蠻快的 這 Mirror.Arch.net.tw 這個 WiFi 喔 沒有連 所以他 他現在吃到假 看一下看他WiFi多少 如果是Local的話 那就 超帥 欸 Local欸 恭喜 欸太棒了 好 好 這個 有人還沒下載玩這東東嗎 所以下載我們就來下一步 我這一次會用QEMU來做示範 那當然你要用Virtual Boss或VMware都可以 主要是我覺得QEMU還蠻不錯的這樣 好 那我們QEMU你要建立一個機器 第一個步驟就是 這個QEMU Image 然後Create 這個32G依據個人需要 就是如果你想要弄大一點或小一點其實都可以 啊我這邊是用32G做示範 這樣 那你輸入完這場comment或是你用的虛擬機器建完之後 你會發現這邊多一個檔案 先建一個虛擬機 然後開一個大小給大家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 把我們的那個Arch ISO放進去裡面 放進去裡面開機 那QEMU的話可以按照Side上面這樣子弄 那一樣RAM跟CPU就依據個人的需要做調整 像這個M16G就太大 這邊可能把它調成2G 然後SMP 然後記得 記得加CDROM這一行它才會吃得到那個 ISO檔 如果是用 用其他虛擬機軟體的話就 就記得把ISO放進去開機 這樣 好 那基本上你開機 開機完之後你就選 開機的時候你就選第一個 他就會進入 他就會進入這個畫面 我來看一下 看一下大家 大家弄的情況 不知道不知道有沒有人真的在灌的 那個中途中途有問題 然後就隨時舉手 不然就一直講下去了 可以說大聲一點 有 有 我們今天會 我們今天從這個界面然後灌到 灌到你又有一個桌面環境 然後安裝一個Chrome 這樣 不是i3 不是i3 i3 那個 要不然裝下去大家就覺得 阿徐林是 噢天啊 今天安裝 BIOS跟UFI的過程會有差異嗎 BIOS跟UFI 呃我 如果是虛擬機的話 我是QEMU 然後就直接用BIOS的 就是 用Grab 對 Grab 然後 就那一行comment install 然後再弄個config 反正 如果你是虛擬機的話你就 不用不用設定這些網路 你只要進去的時候 像這樣我這個虛擬機 不好意思 那個字沒辦法再更大了 就只能這樣 啊你虛擬機進去的時候你就隨便Ping Ping一個地方 例如說 PingGoogle 呃Ping Arch Linux好了 這樣 你會看到他 他這個Ping有在跑 基本上就 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 如果是實體機的話 這邊就講一下 實體機的話 以我這台做示範 你可以用IPEA的方式去看 你現在有哪些 哪些 Network Interface 像 這邊的話就是 我在我另外 另外的電腦 欸不對 這個是虛擬機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LO LO不用管他 然後這個 ENP開頭的通常就是那個 網路 插線的那種網路 然後這個 WLP這個 這個就是無線網路 啊通常我都是用那個啊 有線網路 那 如果你的筆電是沒有那個RJ45孔 還有幾個方法 一個就是你去買個adapter 另外一個就是 你用手機 手機接一條線 然後用手機開共享網路給他 這樣 或者是來前面接線 對 或者是你直接來前面接線也可以 反正就 就這幾種辦法 然後 當你看到你的網路界面之後 他正常來說 應該不會像這樣顯示up 他應該會是 會是down 然後 你要記得你網路界面的名字 然後打上這行comment IP-link-set 然後那個interface的名字 up 基本上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是界線的話 這樣子他就會去把你的這個 他就invoke你的那個 Network Interface 然後你再去Ping看看 Ping不Ping的出去 如果Ping的出去你就 你就成功了 剛剛那上面要是我已經是up 而且Ping已經會動的話 我就不用了 就不用了 對如果 通常虛擬機應該是 不用去設定他 因為 因為 因為你只要可以Ping就好了 你這樣Ping的出去代表有網路了 這邊只是在做網路的設定 對 然後 這邊 呃 時間 時間如果沒有 沒有特別的問題的話 其實這邊也可以不用 就是灌host的時候也需要 這個 tindatectl 然後statentb 這邊就是去 同步那個 同步那個 網路的時間 用這兩個comment 呃 意思意思就還是在這邊打一下 欸 看 我把 我把這個畫面弄大一點好了 我把這個畫面弄大一點好了 等我一下喔 好 這樣就有一個更大的triminal 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虛擬機裡面 我只是用SSH連過來 4 5 欸 4 4 4 5 好 這邊就是虛擬機裡面 好 然後這邊可以PIN 這樣 然後剛剛說的設定時間 就是把這張comment這樣子 等下會有無線網路設定教學 因為 開開會不會上一個人在 喔 喔 我看一下開會不會 無線 無線網路設定教學 不 基本上不會 就是有幾個原因啊 第一個就是 他以前有一個東西 以前的 Archinstaller有一個東西 叫WiFi Menu 就是你可以用他 他這樣拿WiFi Menu 然後你就用他有一個TWi的介面這樣去選 那 如果 那現在的話 不知道什麼那個東西被移除了 你現在又用到只能用IWCTL 這樣 然後就進入這個IWD的這個Shield 那這個Shield 他的使用說明都在ArchWiki 這樣 欸 ArchWiki 然後IWCTL 在 這裡 那這個就是 他就是一個Commandline的介面 對 就是 基本上我是不用這個 然後 所以說明在這邊 今天 今天不會介紹這部分 因為 我自己裝的話 都是直接接 如果有線 就接 接線 有線網路 如果沒有線 就接手機網路 這樣 因為之前 之前用無線網路有不太好的解例 那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Telegram 嗯 好 在 欸 我應該還沒打那個Command 在 設定時間的話就是 這個 TieDate CTL Set NTP True 我把它射小 我把它弄小一點 好 那這一行我就 一時一時 打一下 這樣 那基本上時間應該是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應該 應該是Uptime 不對 來 好 算了 好 那在 在開始 開始安裝 開始切磁底的之前 有一些 小設定可以去調整 就是一些config 就是 先講一下這兩個東西 Pegman就是 Arch拿來 安裝 安裝套件的工具 它叫Pegman 就是你知道那個小精靈 那 你可以 如果你沒有用過Arch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當作是 像ubuntu的apt那樣 來幫你 找 找套件 裝套件的一個工具 然後 MacPKG就是拿來 Build 就是真的在 你 你去 你去 clone一個source code 然後你去 compile它 那 那 compile可能會有很多個步驟 很多個流程 那 MacPKG會幫你 幫你做這件事情 那 主要有幾個地方可以修改 第一個是 ETC下面這個 MacPKG.COMF 這邊 這邊這個 第50行這裡 可以修改 MacFlag 這邊 MacFlag-J多少 J多少 J後面會加一個數字 例如說 123 例如說 2或5或6 這樣 它可以加快你的套件的編譯速度 那那個數字的意思就是 就是我編譯的時候要用幾個 幾個 幾個process去 去執行 就是multi-fread 可以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應該是 欸 Mac MacFlag 好沒有 算了 那如果是 這樣子寫這個 前 公號 nproc 的話就是 根據你的 根據你的 CPU數量去決定要開幾個job 去執行 這個 這個有開沒開是差蠻多的 所以非常建議開啟 然後下一個 下一個config是在這裡 一樣是 ETC下面的這個pagman 這邊 可以有幾個 幾個好沒有的東西我通常都會開 第一個是 顏色 就是你有開color的話 你的 你在用pagman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些比較好看的顏色 不會全部都是黑底白字的 然後 下面這個 37行這個是 配 好不會念 就是平行下載 在pagman pagman有一次更新6.0之後 它就支援平行 平行下載 你可以 原本是一次下載一個套件 這個套件下載完 再下載其他的 然後最後再一起編譯 然後 最後再一個一個編譯 那現在就變成說 你可以一次先下載齁 可能一次下載10個套件 一次下載20個套件 然後再 然後等它下載完再慢慢安裝 這個 這個有開我覺得也差蠻多的啊 至少下載一些小 很多很多那種 鎖色檔案的時候很有用 然後就是這個 i love candy 如果你有開這個的話呢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你的那個 你的這個更新畫面 它會變成那個 有那個黃色的那個小精靈 就真的是pagman 可以看到上面 再一次 因為它那個 原本是井字齁 你如果沒有開這個它是井字齁 然後如果有開到它就變成那個 就是很 真的是那個pagman遊戲 這樣嘎嘎嘎嘎這樣吃過去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另外這個mirrorlist 呃 不過我們 我們這邊應該有 預設應該有這個吧 mirror.archless.tw 對 預設有 所以 我們今天應該用 場內的 場內的mirror set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是optional 你可以 自己在 mirrorlist這裡 自己加這幾行 就是台灣的站點 然後 告訴大家一個 背包就是 海洋大學的站點 這幾 呃 這陣子死掉了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 它不會弄回來 不知道 學校 學校好像沒有打算要讓我們繼續用 有點傷心 那 改完 改完之後你有一個方法可以確認 你的mirror set有沒有問題 就是這樣 pagman pagman-syy 然後它如果可以這樣 這樣子跑完 它如果可以這樣 這個去3 3 這個去 4 好 如果你去改完之後 發現你的pagman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同步的話 那 那可能就是有些小問題 啊正常都可以啊 就這樣 诶 如果我想 看那個彩蛋的話 可以再交我一次 在 嗯 在這個 etcpagman.comf這裡 這個38 呃 那這個 平行下載的下面夾這個 I love candy 我愛糖果 那個大小小要對 好 诶 欸 我直接在這邊一樣改一次 在這邊有一個MISC option 這邊color我通常會打開 然後平行下載開成 10 然後再I love candy 這樣 然後記得存檔離開 那你就會發現 我們 這個 這個 這個景之後變成那個小精靈在吃東西了 嗯 這麼慢 呃 我這個MIRROR LIST我先把 我先把其他的弄掉好了 這邊就只留LOCAL的 HTTP 這邊 我這邊這個MIRROR LIST 就只留 只留場內的這個 這邊 如果你是連這一台的話 就是 白板上面那個WIFI 那 你用 你用這個網址 記得不能加S 應該不能加S吧 對 你沒有 不要加S的話 就是連 場內有沒有自己一個MIRROR SITE還蠻快的 然後改完之後 去同步 啊天啊 洗錯字了 鵝 MIRROR MIRROR 還是這後面要加一些咚咚 這每個站都不一樣 我目前這個設定看起來是有遲到虛網 因為它速度真的蠻快的 好 那我們設定好這幾個 欸不對還有一個沒設定 Mac MacPKG.COMF 在這邊有一個MacFlag 這邊預設是幫你開J2 就是你用兩個fread去跑它 那我就習慣把它開成J然後NPROC 這樣 那它就會開很多個flag去編譯 就是你在安裝某些需要編譯的套件的時候 這一行本來是mark掉的 對這一行本來是mark掉的 那你有一些想要客製化的那些編譯的flag也可以在這邊蓋 比如說上面的CFlag和CPPFlag 基本上這樣就沒什麼問題了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緊張刺激的硬碟分跟格式化 記得我之前有一次幫我朋友灌 灌lanes的時候 不小心把他的重量資料 重量資料都formate掉了 還有花了2000塊去買救援軟體 而且這個大家大家記得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亂切 亂不確定要最好先備份 不要不要鐵屎 那我們在這個install的那個ISO裡面 可以用Fdisk-L的方式去看你安裝了哪些硬碟 這樣 像這樣 Fdisk-L 然後他這邊 這是虛擬機嘛 虛擬機要告訴你說 欸這邊有個SDA 然後如果是 如果是 host 像我host 這一台 他有裝SSD的話 M2的SSD的話 可能就是nvme開頭的 這個nvme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partition 我虛擬機的話 通常只能看到這個SDA 然後loop不管他 這不重要 那我們今天要裝的這個對象就是 斜線DEV SDA 然後就是剛剛我們這一開始開的32GB 然後 我這邊有一個 預設的 就是我這次是這樣切 當然 大家可以依據 依據需要 你想要另外切 另外切一個home出來也可以 然後你的swab想要給多一點也可以 通常我boot都是給512MB 對 我們就是預計的配置長這樣 然後切法也很簡單 我現在都用這個 還記得我們剛剛這邊找到的是 DEV SDA 那我們就CFDISC DEV SDA 這樣按Enter就會有一個 TUI的畫面放你去 TUI的畫面放你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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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不切 Swap file Swap file 對 就是我不切 Swap file 用一個檔案代替它 不用 那就不切 那就不用切就好 不切 可以不切 那要特地設定 Swap file 不用 不用 你不切的話 他就不會有swap 好 那 我 我是這樣 就是沒切的話 他就不會切 就是直接沒有swap 也可以 但就要確保Q攻擊 的時候 記憶體 對 反正 這邊 點進來之後 他就會長這樣 通常是選 第一個 GPT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有 Freespace 有 32G 我們就在這邊開 剛剛說是開 5E 2G跟 ROOT Swap Swap不一定要開 你也可以不開 這邊 5E M 這邊可以直接寫 M 然後再開一個 2G 然後再 最後 按Enter 他就會幫你補完 這樣子 這樣子就 切完了 不過這邊只是一個 一個 給你看大概的介面 就是 你要真的寫進去的話 要到這個 Right這裡 要到這個Right 然後打一下 YES 然後這樣就切好了 然後就可以 quit 就看 看個人想怎麼切都可以 就在這邊quit 然後可以用LSBL 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大小有沒有對 就是 SDA是32G 然後下面切了三個partition 一個是512 512M 2G 跟 29 29.5G 對 對 這樣 現在到了這一步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 我們剛剛只是先切好的大小 但是這個 partition還是沒有 沒有它的格式了 所以我要把它做 把它做一下格式化 就像你剛買一顆硬碟 你會把它切好 然後做格式化一樣 灌系統的時候要做格式化 那 comman comman就在這邊 就是 我們 boot boot的那個地方 boot的那個partition 後面記得加這個數字 123喔 就是你要選對partition 就是boot的那個partition要- 要 要 要打 這一行 mkfs.vfet-f32 然後swap 有swap的話你swap要記得 用maxswap 然後剩下 你掛root 掛root分區的就 直接打mkfs.est4 這樣去做 去做格式化 通常 通常這邊不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你的資料全部不見而已 直接把它複製過來 應該這個步驟應該蠻快的啦 就 嗯 就蠻快的 然後切完之後 你就可以用mout的comman把它掛載上去 然後掛載數據是這樣 我們先把 我們先把 root root掛到mnt 然後在root底下開一個 叫做boot的director 然後再把boot掛到 再把boot掛到那個地方 然後最後再掛這個 這個 再掛載這個swap的 partition 然後 直接在 在旁邊 偷偷 偷偷打comman 偷偷打comman 好 當你掛載成功之後 你一樣可以用lsb2k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它多了 它多了掛載點 剛剛是沒有 剛剛是沒有這個mout point的 然後現在他們都蓋 都待在他們該待的地方 像這個29.5G就是掛在mnt 然後512m的就在mnt boot 然後剩下就在swap 這樣 這麼一來我們的磁碟就 成功掛載上去了 好 接下來就是 用 pextrap來安裝我們 基本的作業系統 好這邊網速快不快就很明顯 那 通常我們會用pextrap 它的comman意思是這樣子 pextrap就是把 把某些套件安裝到某個地方 那我們今天要安裝的地方 我們剛剛把根目錄 我們剛剛把根目錄掛到mnt 所以mnt放這裡 就是pextrap的mnt 然後後面接你要安裝的套件 通常 一定要的就是 這幾個 best devil我也建議 這不應該念devil 我應該念developer的那個前綴 通常這個我也會建議裝上去 這幾個我都會建議裝 這幾個我都會建議裝 不然有時候可能 你的系統會有一些小問題 所以這一行comman意思就是 把後面這幾個套件 全部塞到mnt裡面 就像這樣 欸 pastrap mnt 然後 bass 然後 有些人可能會用到的 git bin 之類的 這樣按一下enter 然後可以看 可以看到我們場內的mirrorside 真的速度蠻快的 Nano Nano 什麼Nano 哦 哦 你要用nano也可以啊 就是可以 可以編輯檔案就好了 對吧 那 蛤 因為 不好意思我沒聽清楚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沒有啊 編輯區戰爭 別在這邊又開啟了 不用啊 不要在這邊開啟了 那邊就有那個disco戰爭了 編輯器 就用大家習慣的 就用大家習慣的 像是Vin Vin還有Vin跟Vin就好了 這樣 因為基本上可以 可以編輯文件的都是 都是好東西 這樣 欸 呃 哦對 那個你PassTrap的時候注意一下 像他如果跳A輪就要 最好是再跑一次 啊 啊對最近有那個 有這個 PGP Key的問題 就是有時候你 你在用Pegman 下載 或是 更新系統的時候 你會遇到這個 Import PGP Key 通常有時候你可以去看 ArchViki 或是其他地方有沒有 有沒有一些討論 啊這個時候我就會這樣 Pegman -S Archelinis Kirin 就是更新一下這個鑰匙 因為他就是 有一些驗證的東西他沒有更新上去 這樣 然後他這邊就會問你要不要更新 就按Enter 這樣就更新完 然後我們就再Pegstrap一次 但是 但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嗯 嗯 呃我忘記Pegman可不可以 但是AUR的東西好像可以 但是飛 就不太建議吧 之前有時候像那個Spotify就很常出問題 可是他很常那個牽帳的問題 我 那種 就是 都會開始上網找方法去 去繞過什麼 NoPGP Fetch什麼的 對那最後 最後他會給你這個 這個訊息 就代表安裝完了 代表說 我們剛剛要裝的東西 全部 全部跑進去了 這樣 就是我這邊 這邊其實也有提到 如果遇到PGP的問題 你可以先更新Archelinis Kirin Kirin就是鑰匙圈 那我們裝完之後 第一件事就是 把這個 磁碟的分割表匯入 用這行 GEN FSTAP 這個 這個東西如果你沒有產生的話 你的電腦開機的時候 就會不知道說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有開一堆PARTICION 就是PARTICION1 PARTICION2 PARTICION3 要把他 MOUT在哪裡 因為我們剛剛是手動把他MOUT上去的 但你 你總不希望你每次開機的時候 你都要 先把他MOUT上去 就是 很奇怪 這很奇怪啊 所以你要寫一個這個 FSTAP 那他 Archelinis有提供這樣的工具 就直接幫你把目前的掛載情況 變成 FSTAP 然後 我們就把他這樣寫進去 就用這行comment 然後可以檢查一下他 我把他弄小一點 對 算了 就這樣吧 就是你基本上要檢查就是 這個 根目錄 然後 boot 然後如果你有開swap的話 就swap 然後他也有幫你做這個 註解 就是檢查這幾個都有到 就可以了 這樣 這樣 在你開機的時候就 他就知道你要怎麼掛載這些東西 好 那我們剛剛PaxTrap完之後 現在就可以 進去這個系統 那 進去這個系統 就是用 ChangeRoot的方式 就是CHRoot 然後Arch有包一個 Arch Arch的CHRoot 通常都是用這個啦 他會幫你解決掉某些麻煩的問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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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們剛剛 產生這個fstap完 檢查完之後就可以做 CHRoot 然後一樣打這樣 comment進入 進入這個 MNT 因為我們剛剛是把它掛 把根目錄掛載到MNT底下 所以我們現在就用 CHRoot然後MNT這樣 那基本上就可以成功進來了 如果 如果你 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然後 進來之後記得再重新回去做一次這個 Pecman跟 MacPH的config 因為 這兩個已經 就是現在的兩個已經就是不同的系統了 現在的地方 現在還沒CHRoot之前 就是在 ISO裡面 那個 Installer的那個ISO 那你CHRoot進去就是 就是你的硬碟 你的系統 我們剛剛灌好的系統了 這樣 這樣子就是 系統 所以這邊呢 要再做一次 前面 前面做的那個 config 看這個Color把它打開 來 拿它弄成10 對 對 因為它已經是不同環境了 你這邊 你在這邊吃的那些 不管是城市 不管是城市還是config 全部都是 新的 就我們剛剛 剛剛灌好熱騰騰的 所以就要回來重做一次這個 然後就把 這個 呃 大概應該都可以拿到slide 就直接從slide上面看 然後 然後 喔 不過 Mirrorlist的這邊 看起來是有 看起來是Packstrap的時候 有直接把它 複製過來 這邊不用再蓋了 好 那 啊 config config 如果都弄得差不多的話 就要開始弄一些 時區跟 語系的東西 不過 真的 真的建議大家不要 不要裝中文的環境 那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假如你裝 你一開始選了中文的環境 那 你的這個 你的home menu這裡 你的home menu這裡 就會變成 這個就不叫desktop 這個叫桌面 然後這個叫文件 那我要怎麼切過去呢 CD 然後這邊打字 桌面 這樣 這很累的 你就 你就先 先先灌個英文的 然後你真的要中文 就後面再說 不然這個 這個很麻煩 我可以問一下 你的那個可愛的 那個 字型 上面那一串的那個 系統資訊怎麼出來 你說這一串嗎 這一串嗎 你回去一下中文機 這個 喔這個喔 這個是那個 呃 等一下喔 U.W.Fish 這個這個這個 U.W.Fish 這個 這個拓 呃 AUR上面有 可以把 可以用AUR的 就這樣 U.W.Fish 這樣他就 他就有自己穿了 欸 這樣 他就有自己穿 然後 我知道大家 大家常用應該是這個吧 NU.Fish 或是 P.Fish 反正這個這個是U.W.Fish 就是他 他上面就會寫一些看不懂的東西 就是好像 好像看得懂 就好像看不懂的東西 好 那我們就接著 緊接著來設定我們的 時區跟語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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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我再 我再喝個水 我想順手裝剛剛說到那三個Fish 可以再告訴我 嗯 P.Fish上面有的應該 應該只有 N.E.O.Fish 而已 N.E.O. 呃 我直接把他寫在這 N.E.O.Fish 弄大一點 然後 U.W.Fish 然後 跟 T.Fish 這三個 冷靜 暢 暢 暢 OK OK 那我們就來弄石區 石區這邊就是大家正常都是台北石區啦 那就直接打這一行comment LN-SF 然後這邊後面都可以用TAB補完 HR台北你打個AS然後按TAB就有 TAI按TAB就有 然後後面這邊要自己打 ETC然後LOCALTAE 然後以及同步硬體的時鐘 這兩行主要是弄時間的 再把它丟過來 好 好 好 10需 時需搞定之後接下來就是這個語言環境 語言環境在這個檔案 這個etclocal.gen 這個檔案 然後真的還是建議不要用中文啦 在這邊找enus en底線us 這邊就有一個 大概在177行這裡 就有一個enusutf8 就把這一行取消註解掉 然後 然後存檔離開 然後另外一個是 這個 環境變速的 這一行一樣直接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就真的真的還是不要在這邊就直接用中文 要弄的話之後再說 那把 把這個 他這個語言設定完之後 就可以 打這一行comment 那你剛有設定好的話這邊就會出現enus.utf8 這樣 那這邊 Generation complete 這樣就 建立完成 OK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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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剛剛那些東西打完之後就輸入這個Locker GEN 它就會產生這個Locker檔案 到此時間跟語言就設定的差不多了 網路設定 網路設定的話呢 這邊 先從hostnet 就是你要幫你的主機取一個 取一個主機的名稱 像 像我這一台 我這一台就叫 Lenovo 那你可以幫你的主機取一個名稱就在 就直接Echo Echo某個東西 Echo某個字串到這個 ETC下面的hostnet就好 那我這邊是用Arch by the way來當作示範 就是 這樣 你就有hostnet 下次開機的時候應該它就會 它就會跑出來 然後 hostnet hostnet設定完之後 要在這個 ETC的host host hosts 底下 在這邊 在這邊 打上這些 那 這個 主要就是用來去 那個 靜態的 應該是靜態的路由表 不過 不過通常 我記得 這個檔案我之前有一次沒有用 它 它也沒有出什麼大問題 就是 不太確定這邊到底是真的有沒有用 不過就 Wiki上面這樣寫 我們就照著做 在這個 ETC host 打上 打上 打上這樣 然後 然後記得這邊要是你的 你的那個 hostnet 然後這邊 host 如果 都 設定完 的話就可以來裝一些 裝一些常用的 常用的網路套件 這個也是Optional啊 一個人需要安裝 不過我通常都會裝這幾個 裡面最重要的應該就是Network Manager了 至少我都用這個 沒有他啊就是不知道怎麼過生活 要用Pegman安裝 然後Network Manager安裝好之後記得 記得用那個System CTO去Enable它 現在會動是因為我們用CH root進來 那我之前是沒有裝 而想說欸在這裡面好像網路都很正常嘛 然後好像就不用特別裝 但是等我重新開機沒有這個install的ISO的這個USB的時候 然後你開起來就是沒有網路 對所以 我真的沒有Network Manager真的不知道怎麼過生活 那要是發生這種遺憾的事 我們有辦法用下Root再回來 可以 就照著剛剛的步驟 就是先把它Mount上去 然後再 在CH root進來 然後再記得去裝這些套件 再Enable那個Network Manager 真的最重要就是這個 其他 其他用途就沒那麼大 那這邊確定Enable好之後 我們的網路設定就告一段落 基本上這樣就是 可以拿來用的系統 如果是灌 灌Server的話 其實到這邊就差不多了 然後現在再 弄幾個User進來就好 啊不對 還有那個開機環境 保全 網路好了之後就要準備開機環境 你需要有一個Bullloader去引導你在開機的時候 進入Arch Linux 或者說選擇 你想要現在用哪一個Linux Kernel進入Arch Linux 那第一 第一件事情要設定就是 Root的密碼 不然 不然進來的時候會 找不到可以登錄的地方 好這邊就 隨便設定 然後你要確定 你要確定它跟你說 這個 pea password update succesfully 就是確定成功更新這個密碼 如果 如果你沒有成功更新的話 它那個 預設的root密碼應該是沒有人知道的 那這時候就要再做 再插一次ISO 然後CH root進來 附帶一題 忘記密碼的時候也可以這麼做 如果你的partition沒有被加密的話 因為我之前有忘記密碼過 就進來 然後改一下root的密碼 再去改自己的密碼 然後我們這一次 這一次用的Bullloader是這個 Grab 我通常都洗 我通常都用它啦 然後 在灌的時候 欸 你要 先安裝這個Grab 用Pegman 裝好這個Grab之後 你要先去檢查 你的這個SYS Famway EFI底下沒有東西 如果要說找不到的話就是沒有EFI 然後如果是有 下面有東西的話就是EFI開機 要先確認 不過QEMU 我現在是用QEMU QEMU的話應該就是 就是就BIOS 反正 等一下會有 會有示範 你先裝好套件 然後檢查 是否支援UFI開機 欸是 不用不用不用就是LS看一下有沒有這東西就好 或是你如果清楚知道你到底有沒有UFI開機的話 你也可以跳過這步驟 就是看一下LS就好 對 因為我自己想 前面也是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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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 後來是 柴油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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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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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有用其他軟體切過partition 然後再 再進來格式化 感覺 問 感覺問題都 都沒什麼問題啦 就是後 主要這邊Bloader能不能吃到應該是看後面 你在 呃 你在這邊 新增Grub之開機選單 這個 Grub install 看他回報給你 success還是failed 他如果給你failed 那你就抓不到了 就代表你那個Bloader沒有安裝成功 你開機就會找不到Grub 對 那如果是實體機的話 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Bios到底 開機選單到底是哪個按鍵 有些人可能是F8 有些人可能是Delete 然後有些人可能是一個超小的按鈕 要拿 要拿回文針去捅他 然後那邊就先裝Grub 然後這邊 非常確定他就是 比較傳統的開機方式 那Grub這邊裝好 然後確定你的開機方式之後 這邊就是 就是 QMU 虛擬機都要用下面這一行 然後記得加--force 不然他不會讓你裝 然後 實體機的話 呃 這一行有點太長了 所以 所以可能就要開那個slide 直接把這一行複製下來 這樣 Grub install 反正你會看到他最後 最後跟你說這個 installation finished No error reported 你成功安裝了 但是安裝了還沒結束 你要 你等一下要產生他的那個config file 沒問題 那 嗯 那 我是實體裝 我是打第二條 然後 然後他那個target i386 PC 不管我是32會員或64會員 都是這條 你是實體機 但是你是 你是UF來開機嗎 沒有UF 那就這個 其實你如果是I386的話 其實Target不加應該也可以 這邊Target不加應該也是可以的 我記得我真的有試過 那最後 最重要的是你就要確認這個 確認這一行 有這一行訊息基本上就 就沒有什麼大問題了 然後 你也可以不用Grab 這是 有另外一個東西叫System Deboot 我沒有用過 我聽到有人在用這個 這是另外一個Bloader 不過 我就沒有研究了 然後 install好之後 你要再用 GrabmkConfig 去建立一個Grab的Config 這樣 如果他下面 下面就跟你說 欸 找到這個Lineas的Image 然後找到這個InitRD的Image 然後最後就跟你說 BlaBlaBla Done 這樣應該就是沒有問題了 你要把他有正確找到你的 開機的Kernel還有 還有開機的印象檔 名字 殊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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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正常的嗎? 正常 剛剛沒有看到你那邊秀的訊息 我這邊的話是 這邊他其實有那個Air 有一些Boring 因為我現在是用QEMU的虛擬機 通常是不用這樣 所以我這樣少少兩張 這樣其實才是比較正常的 QEMU這邊是貴貴的 不過我非常確定他可以開機 今天絕對不會翻車 然後這個Grab Config也 也產生好之後 接下來就可以 緊張刺激的重新開機進入系統了 記得重新開機之後把那個 把USB或ISO拿掉 就是如果是QEMU的話 把CD-ROM那一行拿掉就可以了 然後通常會建議 1SIT 1SIT之後就回來到我們那個ISO ISO裡面 然後建議都U-MOT 把我們 把我們剛剛MOT的 東西都 都UNMOT掉 這樣看 留到這個Swap 沒差 但是 就跟你那個 拔USB一樣 雖然你直接拔他不一定會壞掉 但是你直接拔就壞掉 你心情會超糟的 然後 就 U-MOT UNMOT之後就可以Shutdown 然後 Shutdown Now 這樣 這樣就關機 然後去改一下那個 QEMU的話就改一下這個 CD-ROM 可以 但是就是記得那個要拔掉 USB要拔掉 對 我們等一下就直接 直接進入系統 這樣 第一次開機就有這個Grab選單 這樣就非常棒 這樣就非常棒 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樣 應該有出現Grab選單吧 對 然後我們就點第一個 點第一個開機 然後 它就會進到這個TTV畫面 這樣子你就 成功 成功安裝了好一份最基本的Arch Linux 只是 它有一些東西要調教 例如說你要新增一些使用者 或是圖形介面 還記得我們剛好幫ROOT設PASSWORD 現在就用那個PASSWORD登進去 這樣 這樣就成功進來了 然後 剛進來之後記得先PIN一下 PIN一下網路 看網路有沒有活著 網路活著之後就可以 開始 開始 開始裝一些周密環境之類的東西 就先回到3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第一個要做的就是 新增一個使用者 因為通常 通常應該不會有人 就每次都用ROOT登入 然後再用ROOT做事 這樣感覺 非常的危險 而且非常的怪 所以我們就用USER AD-M 然後USER NAME 然後USER NAME 我們這邊USER NAME就把它叫做USER 那-M的意思是 你會在 Home Menu底下建一個 建一個叫做USER的Directory 然後順便幫這個USER 設定密碼 用PSSWD 這樣去幫它設密碼 然後最後 再幫它加入這個 輪子組 這個輪子組等一下會 會用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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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個 這三步如果都做完的話呢 就可以來設定 速度 速度的權限 就是預設 預設是沒有開這一行的 你要去 ETC 然後Store 底下 是第85行 把這行oncommand掉 那這邊有些要特別注意的是 比如說這樣的 Vin ETC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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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85行 這樣 把這個 把這行85行的註解拿掉 然後跟你說 Roring Changing Read only file 對 因為它這個檔案預設是唯獨的 所以 你儲存離開的時候 就這樣 WQ 然後 加一個驚嘆號 它就會強制存它離開了 這樣就 這樣就可以了 我很不放心你也可以檢查一下 這個檔案有沒有改到 那這一行要把它取消註解掉 速度才能用 然後到 到目前為止的話 就是 已經有一個基本的系統 然後 網路的設定也OK 然後還有一個 正常人的使用者 然後 下一步就是那個 漂漂亮亮的中文環境啦 還有中文 中文的環境 不會把它變成中文的 只是要裝一些中文的字型 還有 還有輸入法 那 首先 在安裝中文環境之前 應該要先裝那個 顯示卡的驅動 那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虛擬機的話 可能就 不再需要這個步驟 但是 你如果是實體機的話 你要先 要先確認說 你的 你的那個 顯示卡 到底是 到底是誰的 是NVIDIA的 還是AMD的 還是Intel的 這樣 那像我的如果是AMD的話 就會裝這個 MESA跟這個 Radeon Top 那這個 什麼什麼Top 就可以看它的那個 看它的狀態 然後這個 Radeon Top 就可以看那個 我現在顯示卡的狀態 蠻方便的工具 蠻方便的工具 然後這邊 可以先 先 撞 然後要注意的是 最近的問題 是 Intel Intel 11代以上的 CPU 然後再配了NVIDIA的顯示卡 然後 新的Lens Kernel 還有一個叫IBT的東西 會 會導致它那個 顯示卡的Driver 沒有辦法用 你有 你有幾個辦法 可以覺得這個問題 一個是在 開機的那個參數 你要去 你要去Grab裡面調 可能要自己Google一下 今天不太方便這樣 幫它加這個 IBT等於OFF 就是把這個東西 關掉 如果你用的是 像我們看我們新裝的 我們新裝的這個Ker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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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5.18.14的 就是5.18以上的 就會有問題 沒辦法開機 你要嘛就是用IBT等於OFF 在Pyramid的後面加這個 那不然就是用舊的Kernel 例如說你用 我5.15LTS 你去那個 Grab Grab 那個 Boot Parameter 會稍微麻煩一點 How do I add a Kernel Boot Parameter 我記得是 改ETC下面的一個東西 然後重新產生那個 Config File 在 在這裡 欸 我直接開給你看 ETC下面Default 然後Grab 這樣 然後這個 這個檔案裡面就有這個 這一行 Grab 我直接開我自己 這樣畫面比較大一點 ETC Default 然後Grab 然後這一行 Grab command line Linux Default 在這裡後面 在這邊加某個參數 例如說 IBT等於OFF 在這邊就這樣 IBT 等於OFF 然後存檔離開 我現在就不存檔了 有存檔離開之後 要記得updateGrab 這樣updateGrab 然後這個要加速度 它就會更新的 更新的Grab 代表說 你之後開機 都會帶那個參數 然後你也可以 這樣子確認 到底有沒有那個參數 應該 不是 PROC Config Line 這邊就是你開機的參數 如果你有加得完 你開機之後 所以你開機之後 它就會加在後面這裡 還記得剛剛看到那個 Log Level等於3 然後還有Quiet 就是剛剛那個參數 會稍微麻煩一點 其實用舊的殼弩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 安裝那個 桌面環境 今天會用None做示範 那就直接Pegman -s None None Extra 還有 常用的None Twist 這樣 然後按下Enter之後 它就會問你都有的沒的 通常我就直接把這個 把這個Enter 拿一個膠帶黏著 這樣 黏著 然後就可以下載 好 想裝KD的那個Plasma也可以 那 阿羽阿羽上面記錄所有座面環境都有 好 然後可能要跑一段時間 至少今天下載這樣有一個場內的金箱站真的很棒 下載速度超快 好 那等它安裝完之後你就會回到這個 commen來這裡 那這邊你記得去Enable GDN 好 那等它安裝完之後你就會回到這個 那這邊你記得去Enable GDN 這樣代表GDN有成功Enable 好 接著 直接 reboot 你就會看到飄飄亮亮的GY 一樣 從這邊選第一個 這樣 就有這個畫面了 然後因為我們剛剛見了一個User 它的UserName叫User 所以這邊就跑出一個User 好 GDN的話是從下面這邊 如果你有裝其他桌面要選的話 就從右下角這邊選 好 那你就可以第一次進入我們的桌面環境 在那邊打密碼 這樣子就有一個桌面環境了 只是這個桌面環境還有一些小問題 例如說 你可能會看不到中文 然後 你也沒有中文的輸入法 中文在這時候一定會變成 一定會變成方塊字 隨便開個網頁 可以 google.com 沒有 這個 中文 這邊應該會有一些中文 那就直接不見了 然後你也沒有中文輸入法 然後你也沒有中文輸入法 然後右上角這個是登入嘛 它直接不見了 所以 這時候我們就要安裝一下中文的字型 跟中文的輸入法 那我習慣是用iBus這個輸入引擎 然後 choo chooing 還是cooling 反正 iBus輸入引擎配這個 新酷音輸入法 然後還有這個 notofunds cjk 這notofunds就是google他們自己做的一個 免費開源的字型 然後cjk我記得是 中文那些的字型 直接開你的terminal 然後 然後打上這一行 然後打上這一行 terminal 然後 iBus chooing 還有notofunds 等它安裝好 這樣子就有中文了 剛剛看不到的字型 現在都看到了 然後 有時候會有一些輸入法的問題 所以這個 ETC Environment下面的東西都建議要加上去 像這個 GTK的IM89 QT的IM89 還有S Modifier 這個都把它加上 如果是用iBus就射成iBus 如果是用FCITS就射FCITS 這個蠻重要的 有時候 有時候 你 找不到的問題 可能就是 沒有弄得 然後這個記得要用速度的權限去開它 Environment 然後它這邊加個 GTK IN 用打一點 iBus QT IN iBus A企劑 這樣基本上 該有的都有了 然後再Reboot一次 會比較好 然後這時候 你就可以到 這個Setting 把它放大 哎呀 在Setting裡面 這邊有一個Keyboard Keyboard 然後 有一個Input Source 在這邊選 選那個Other 這邊搜尋新庫音 然後點一下 按Add 這樣就有新庫音輸入法 你就可以看到右上角這裡 有一個Cool 點一下它 然後我們再去隨便一個地方 例如說Browser 然後這邊就可以了 輸... 入... 法 這樣 這樣就有中文輸入法 然後它... 它可以做一些Config 依據個人的需要去調 再... Preference 這邊就有一些Default 然後我有... 我有把我常用的Default 放在... 放在Slide上 在...在這裡 散葉 好 進入到這邊 就有一個... 正常的Arch環境 不過... 不過我覺得Arch他應該還有一個特色是AUR 就是Arch User Repartoring 我們剛剛下載的東西全部... 全部都是來自於官方倉庫的 就是官方有認證 通常他把它分成三個倉庫 或是四個 一個是Core就是核心的 然後...我們可以在... 可以在這個... 可以在這邊找 一個是Core 應該也是Extra 也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必要 也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必要 有...不太記得啦 然後...最後是Community 通常是這三個倉庫 然後如果你需要32位元的套件的話 你就會需要這個Multilib 那當然ArchLens還有另外一個叫做AUR的倉庫 全名是ArchUserRepository 就是每個... 每個使用者都可以自己打包一份 打包一份東西然後丟到AUR上面 但是這邊的東西可能就... 可能有些人就會有安全的疑慮 或是...什麼什麼的 就是...自己斟酌看要不要使用 那如果...如果說你要用Google Chrome的話 那...你是避免不了的 那...可以在這邊示範一次 先下載...helper 就是AUR有兩種... 兩種build的方法 一個是... 我手動把它clone下來 先到Distock 然後...git...clone AUR點... linux.org yy.git 哦... 這樣 欸 git 這樣子clone下來之後 然後這邊就會多一個... 欸 這個不是 好... 我們正常... 就... 假裝我抓了一個這個叫YAY的 YAY的東西 然後... 這邊就會有一個這個... PKG Build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我們就用MacPKG -SI 其實-I就可以了 這樣子 然後它就會叫你... 輸入密碼去編譯 應該說去... 去build這個... 去build這個東西啦 然後我們今天要裝的... 然後它會自動幫你解決dependency這些東西 然後今天... 裝的這個YAY就是... 就是一個AUR helper 因為... 剛剛示範的是其中的方法 你自己去clone... 你自己去clone它的... 這個東西 然後... 把PKG Build抓下來 然後去makePKG 然後去makePKG 因為... 那另一個方法是透過AUR helper 例如說YAY就是其中一個AUR helper 它有其他的 它有其他的... 像是... 這邊... Wiki上面有 就是各個語言寫的 它有各種特色 它在下面 那我自己是習慣用YAY 然後... 這時候... 我們安裝了YAY就可以用YAY了 那... 假設我現在要裝clone 我用... 我用PKGMAN是絕對找不到的 因為它不在官方倉庫 -s google chrome 真的絕對找不到它的 它會說... Not found 然後就用YAY的話 那... 官方倉庫沒有 但是它會去AUR上面找 然後它就會說... 欸? Repository AUR 然後你就選 Default是E 就直接按Enter就好 這種AUR helper就可以幫你直接... 直接搜尋並且安裝AUR上面的東西 欸... 挺方便的不過... 就個人斟酌開你要不要使用 我是不是都會用 好...這樣就裝完了 就可以到... 欸... 這邊搜尋Chrome 就可以看到剛剛裝好的Chrome OK 這樣 基本上... 就差不多了 然後你可以用YAY去更新系統 就是用AUR還有... 通常AUR還有Hopper 它除了找AUR之外 它也會順便幫你找官方倉庫 而且YAY只要打三個字 PICMAN要打六個字 對...反正... 安裝到這邊的話就... 就差不多是一份 基本的Arch連結石了 剩下就依據個人的需要去做... 去做調整 最後...最後的最後的... 如果你用Arch連結石的話 有問題...麻煩先看ArchWiki 很多...很多問題上面應該都有... 都有那個troubleshooting的 對 好... 那我們... 那...安裝... 安裝步驟大概是這樣 到... 到... 到此為止 就這樣 有...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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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給你...要給你麥克風嗎 再...再收一次 有...有...有聲音...有聲音... 請問一下...那個... 剛才看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PICMAN.COMF... 沒有... 沒有看到I love candy 我們那個是從哪裡去的 因為它是彩蛋 喔彩蛋是不是 對...因為它是彩蛋 可以爆個Bug 加...加一下 呃...你可以...你可以去看看... 看看他們要不要加 不過... 真的沒有那個東西喔 那個... 我... 我是通常只會開... 開那幾個啦 不然那個... MISC的東西就... 根據... 根據個人的需要去做... 去做調整 謝謝 對 我... 最近更新... 應該是前陣子更新... 那個平行下載是真的... 滿有... 滿有感覺的 好... 啊...沒有... 還有...有沒有還有... 還有問題的呢 可以在... 群組找... 或是在... 等一下來信堂... 找獎者 或是在群組內找獎者 那我們就... 呃... 拍手... 謝謝獎者 謝謝 謝謝 我覺得 有問題 谢谢观看